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9号15点33分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220万9930例 累计死亡11万8894例 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万例 为32088例 比上周出现了明显反弹 美国多个州的病例增长速度较快 亚利桑那州的确诊病例比前一天增长了7.5% 累计46706例 佛罗里达州增加了4.4% 累计达到了89748例 加州病例增加了2.7% 达到165416例 有关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 我们来听总台驻美国记者顾湘今天凌晨发来的报道 过去一周 美国有10个州单日新增病例破纪录 当地时间6月19日 在亚利桑那州 佛罗里达州 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 都分别报告了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再创记录 其中最受关注的佛罗里达州单日增加3822例 连续多日打破了单日新增确诊记录 鉴于目前的发展趋势 许多医学专家表示 佛罗里达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疫情的正中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最新模型预测 到10月1日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可能超过20万 面对疫情反弹 美国多州开始做出应对措施 主要包括强制要求民众戴口罩 在加利福尼亚州 政府已经出台公共场合强制戴口罩的命令 加州州长在声明中称 之所以采取这项行动是因为尽管公共卫生官员一再呼吁戴口罩 但是很多人在公共场合就是坚持不戴口罩 在德克萨斯州 最大的一些城市的市长本周纷纷要求州长授予他们各自颁布口罩相关规定的权利 而在最受关注的佛罗里达州 一些县市也开始自行下令强制戴口罩 公共卫生专家也通过各种渠道持续呼吁民众重视口罩的作用 我们把视线转向意大利 据报道 意大利国家高等卫生研究院当地时间18号在官网发布报告 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河都陵12月份的废水样本中 去年12月份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出了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 有关情况 我们来听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李耀阳发来的报道 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18号发布一项研究结果 这项研究使用2019年10月到2020年2月的40份检测样本 以及2018年9月到2019年6月的24份对照样本 由两个实验室通过不同的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在2019年12月18号米兰河都陵的废水样本中 以及2020年1月29号博罗尼亚的废水样本中 都检测出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核糖核酸 2020年1月至2月这三个城市的样本中 新冠病毒核糖核酸依旧存在 研究人员认为这个结果可以帮助了解新冠病毒在意大利传播的起始 因为该国今年1月下旬首次报告新冠病例 而本土的1号病人2月才出现 但是新的研究结果表明 新冠病毒在意大利的最初传播时间也许比一般认为的要早 由于废水监测被认为有助于判断新冠疫情状况 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环境与卫生部主任路西亚伯纳多纳表示 已向卫生部提出一项行动建议 准备最早今年7月启动建立全国性的废水监测网络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的疫情 日本自当地时间19号起 全面解除国内避免跨都道府县移动的要求 此次限制解除以后 包括与紧急事态宣言较晚解除的首都圈四都县 以及北海道之间 所有跨都道府县均可以自由往来 在感染人数较多的其他地区 此前已率先解除了避免移动的要求 那么放宽限制后的日本国内有哪些新动向 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驻日本记者周丽 周丽你好 那么昨天是日本放宽出行限制的第一天 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好的 随着跨都道府县出行限制全面解除 日本各大旅行社开始大力推广旅游产品的销售 例如 日本最大旅行社JTB从本月1号开始 旗下所有店铺重新营业 按暑期国内邮预定量仅有往年的两成左右 为加强销售 JTB从放宽全国出行限制首日 也就是19号开始 推出了住宿费九折优惠大金券 往返机票和酒店捆绑预定优惠等一系列优惠活动吸引顾客 同时JTB还建议游客近距离出游 避开密闭空间密集场所密切接触的三密环境 未有需求的顾客介绍提供房间内用餐 以及包租浴池的住宿设施 与此同时 日本国内各个旅游胜地都在积极采取防疫措施 重整旗鼓 欢迎游客到来 解除跨都道府县出行限制后 预计乘坐新干线等交通工具的乘客将有明显增加 各铁路公司通过加强消毒及通风唤气等手段 以防止疫情蔓延 5月底日本政府全面解除紧急状态后 日本各家航空公司逐步增加了国内航班 根据国土交通省的统计 5月份国内航班共有1.8万架次起降 6月份预计将增加到2.5万架次 在宇田机场内 可以看到出差或者旅游的乘客明显增加 另一方面 东京都19号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 日本感染症学会理事长东邦大学教授 管田一博称 未来感染人数的走势尚无法预料 他呼吁民众短期内尽可能减少 不必要不紧急的出差和旅行 主持人 那么有报道说 日本职业棒球联赛将于19号开幕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 日本职业棒球联赛原定于3月开幕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延期了大约3个月 这一是自日本4月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以来 举行的首个国内职业体育正式比赛 比赛暂定以空场方式举行 19号 中央太平洋两大联盟常规赛开幕 在当天的开幕赛上 中央联盟和太平洋联盟分别举行了三场比赛 据悉 联赛赛程有所缩短 美队的比赛从143场减为120场 全明星赛被取消 中央联盟巅峰系列赛已决定取消 太平洋联盟巅峰系列赛将于11月14日开幕 且缩短日程 仅在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举行4场比赛 四战三胜的队伍将进军日本系列赛 日本系列赛将于11月21日开幕 并在当月内结束 19日开赛前 职业棒球联赛的12支球队 还接受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据报道 主力队员和球队主帅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为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播 赛事期间 在宾馆住宿时每人一个房间 起床后即出发前往球场前检测体温 在球场上避免机长或握手 禁止吐痰 此外 教练员 经纪人 翻译等团队运营相关人员和裁判 在比赛期间要佩戴口罩 将庆祝活动控制在最低程度 除球队和球场工作人员外 原则上不允许其他人员进入场地 好的 感谢周莉 我们再来关注新加坡 当地时间6月19号起 新加坡进入解封第二阶段 全面恢复商业活动 当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社交媒体刊文 呼吁新加坡居民保持警惕 注意采取防疫措施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19号当天 新加坡人员流动状况总体保持平稳 商业设施 餐厅等场所 尚未出现大规模排队现象 不过6月19号是工作日 随之而来的周末 才是对第二阶段解封的真正考 一段解封的真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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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 举行了一场听证会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与众议员汤姆·艾莫尔 就美元数字货币方面进行了交流 鲍威尔表示 数字美元的想法非常复杂 美联储对此非常重视 但在创建和实施这一想法之前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事实上 这一轮数字美元话题的发酵 5月29号就开始了 其源于非盈利组织数字美元基金会 当天发布了其数字美元项目的 第一份白皮书 这个白皮书的轰动在于 在外界看来 这是为美联储设计发行数字美元 而提供的一个方案 美联储为什么非常重视数字美元 在数字美元基金会的白皮书里 设计者们确定了 数字美元可以帮助美国维持美元 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而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 鲍威尔说 如果这对美国经济和世界储备货币 即美元有利 那么我们必须站在那里 这就是答案 要理解这个关系 我们还得从Swift网络说起 Swift翻译过来 全称叫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 是银行同业间的国际合作组织 作为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 Swift对各国间的资金往来控制力极强 因为全球绝大多数的跨境支付 是采用美元交易的 每天有近5万亿美元 是通过Swift系统发送的 而这个系统里 美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为Swift最重要的两个信息交换中心 设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美国的纽约 这种中介关系赋予了美国 对其他国家实施经济制裁的特权 当初911事件发生后 美国政府一通操作 使得Swift允许其获取相关数据 来了解和打击恐怖组织的资金往来 这也算个理由 毕竟2001年之后 美国本土没有再发生大的恐怖袭击了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美国通过切断受制裁国与Swift系统的联系 实施经济制裁 并将此作为一种常规的外交政策 就让很多其他国家不能忍受了 这就是赤裸裸的公器私用 这些年来 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 实际上都在探索摆脱美元的跨国转账系统 那么我们再返回来看到数字货币 就好理解了 一旦有人先开发出来并投入使用 可能迅速在普通民众中获得支持 又又万一它不是由美国掌控的 岂不是让美国失去了搭载在美元货币地位上的 很多其他的特权吗 所以就算数字货币从理想到现实 还有很多问题有待破解 就算现在投入大量的精力研究它 还看不到绝对的回报 但是美联储不能缺席 当然要说这种争夺 现在就有多么迫在眉睫 也未必 毕竟美元目前仍然是一家独大的国际货币 它还没有显而易见强大的竞争对手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借助技术的进步 今天的这个世界越来越不那么中心化了 如果有一天人们发现 这个世界上其实不需要一个币种 绝对领导所有跨境交易 又或者传统的货币交易体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使得国际货币不再是一个如此富有特权的存在 那么到时候谁会是做好准备的那一群呢 这就是今天各国如此重视数字货币研究的原因吧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下午召开 疫情防控第126场例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疫情防控最新进展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健说 目前首都疫情防控形势非常严峻 疫情防控工作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核酸检测是精准防控的有效手段 要加强统筹调度迅速提升检测能力 发布会上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了 昨天新增报告确诊病例相关情况 北京地毯医院副院长吴国安 通报了目前确诊病例的救治情况 请听总台阳广记者刘天思的报道 发布会上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 6月18号0到24点 北京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 已完成调查的21例确诊病例均与新发地市场有关联 还有4例正在流调中 其中新发地附近餐馆发生聚集性疫情 8名员工确诊 在18号确诊的病例中 有8例病例均为面面俱到餐馆员工 庞星火说 他所通报的病例2是这个餐馆的采购员 定期从新发地市场进货 面面俱到餐馆 该餐馆位于新发地冰仙海鲜市场附近 就餐者多为附近冰仙海鲜市场营业者 综合流行病学调查 考虑为一起与新发地市场相关联的聚集性疫情 此外 18号新增报告的21个确诊病例中 14个分布于丰台区花香 另外7个病例分布在大兴区高米店街道 西红门镇清源街道 西城区展览路街道 海淀区永定路街道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强调说 在新发地市场环境采样中 其综合交易大厅 特别是水产豆制品 局部售卖区域 阳性标本较多 环境污染较重 建议市民朋友妥善处理 赴新发地市场所够的冰冻海鲜 豆制品等食物 不建议食用 发布会上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斌 通报了一例医护人员感染病例 6月18号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报告一例确诊病例 为6月14号海淀区 已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是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的急诊科护士 昌平区接到报告后 迅速对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采取封闭管理措施 一是组建工作专班 工作组进驻医院 统筹调度防控工作 制定并严格落实有关措施 坚决切断传播途径 有效控制传染源 二是做好医疗救治 将确诊病例 第一时间转运至定点医院 及时治疗 三是切断传染途径 对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进行全面封闭管理 分区管控 同时迅速展开流行病学调查 扩大环境采样检测 和密切接触者排查范围 流行病学调查人员 围绕病例的活动轨迹 追踪所有密切接触者 落实隔离观察措施 四是提升医院防护等级 对医院进行全面消毒和中末消毒 对院区门急诊暂时停诊 相关病房暂停收治 新入院患者降低人员密度 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吴国安介绍说 6月11号到18号24时 地坛医院已接诊确诊病例183例 无症状感染者13例 共计196例 男性114例 女性82例 平均年龄43岁 最小8岁 最大70岁 小于14岁的儿童有3例 微重型病例2例 重型病例11例 吴国安副院长介绍了目前北京地坛医院的救治能力 坚持中西医结合 将之前长期奋战在武汉抗疫一线的 童昭辉 江丽 刘清泉 杜宾等专家吸纳入专家组开展工作 积极调配人力资源 从18家世属医院抽掉了102名医务人员 其中包括16名具有丰富中症救治经验的护士 为集中力量救治新冠肺炎患者 地坛医院本部已扩充救治床位和能力 医疗床位达到1070张 传递做好新冠肺炎患者的诊疗工作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 广告之后新闻纵横关注 一周之内排查70万人 核酸检测能力快速提升的同时 如何保障检测现场安全有序 记者现场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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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我们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 在昨晚召开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病毒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辈表示 自6月16号起 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别 由三级调至二级 陈辈指出 境外输入仍是北京市最重要的疫情风险 会上北京市发布了中高风险街乡 新发地市场相关人员禁止离京 其他人员坚持非必要不出京 确需离京的 需持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15条措施 财政部昨天在官网公布 将发行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123期 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合计1700亿元 12期在明天招标 6月19号开始寄息 6月23号起上市交易 利息按年支付 三期在6月23号招标 6月24号开始寄息 6月30号起上市交易 利息按半年支付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 当地时间16号宣布 将于本月26号 就是否将首都华盛顿特区 设为美国第51个州进行表决 首都华盛顿特区有超过70万居民 但在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 均没有席位 如果将华盛顿设为州 华盛顿将获得两个参议员席位 和一个众议员席位 特朗普近日表示 绝对不会允许华盛顿特区 成为一个州 这永远不可能实现 众议院曾在1993年 就华盛顿特区涉州仪式 进行表决 但是未能通过 欧盟16号双管齐下 宣布对苹果应用商店 和苹果支付 发起反垄断调查 公告显示 欧盟初步调查将矛头直指 俗称苹果税的应用内购买系统 苹果支付反垄断调查 会重点关注苹果公司 是否限制用户 使用苹果支付 购买竞争对手的特定产品 美国电信工会周二透露 移动通信巨头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已经通知其主要工会 计划未来几周 在全美裁减超过 3400个技术和文员职位 该公司还计划 永久关闭 250多家门店 这将影响到 大约1300个零售职位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次 这一时段的此时次 各位好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 这一刻 我是杨敏 先来关注疫情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 6月16号零点至24点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新冠肺炎 确认病例44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1例 本土病例33例 分别是北京31例 河北一例 浙江一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 新增一次病例三例 均为本土病例 均在北京 在16号晚间召开的 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陈辈表示 自当天起 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 应急响应级别 由三级调制二级 记者从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为配合北京市做好 应急响应级别 由三级提升到二级的 疫情防控工作 铁路部门决定 自2020年6月17号零时起 旅客在车站 12306网站等各渠道 办理2020年6月16号24时前 已够的进出北京地区 各次列车 有效车票退票时 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 购买铁路 诚意显得一同办理 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 在视察法国制药企业 塞诺菲集团 一处疫苗生产基地后宣布 法国政府将拨款 两亿欧元用于改善 本国药品研发和生产基础设施 哥伦比亚部分地区近日新冠疫情 有所蔓延 与此同时 首都波克大等地16号 在强化防疫措施的前提下 进一步复工复产 哥伟生和社会保障部 16号发布公告说 该国当天新增 新冠确认病例 1868例 累计病例 54931例 当天新报告 75例死亡和414例康复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 日前报道 4月份 中国重新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 在新冠疫情 是全球贸易整体低迷的情况下 这对美国农民和其他出口商来说 是一大好消息 报道说 今年4月 中美双边贸易额攀升至近397美元 比2月份增长近43% 6月17号 15时19分 我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2号 钉运载火箭 成功将高分9号03星 送入预定轨道 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 皮星3号A星和德5号卫星 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 环球这一刻 环球这一刻